小姐和婢女同嫁一夫 小姐和婢女同嫁一夫 婢女当皇后 小姐当妃子的事 这婢女的命不是一般的好 这个婢女名叫宋福金 祖籍江夏金湖北 其父宋运 宋福金自幼在战乱时和家人失散 被卖到生州赐产王荣家当婢女 赐好王荣的女儿王室 后来徐志告取王荣之女王室为妻 宋福金作为陪嫁婢女 一起来到徐家 宋福金美貌如花 比小姐王室漂亮 于是徐志告探上了宋福金 收她当小妾 十分宠爱 宋福金也有福气 婚后生子徐景通 而王室得不到丈夫的爱 也没有生子 很早就郁郁而终了 徐志告没有再娶 就把小妾宋福金服正当了正房夫人 徐志告是穷人家孩子出身 他根本不姓徐 而是姓李 小名彭奴 他在兵乱时 被吴太祖阳行蜜收养 但阳行蜜让儿子容不下彭奴 阳行蜜就把彭奴送给大将徐温收养 改名徐志告 这样说来 徐志告和宋福金都是穷苦孩子出身 有共同语言 徐志告宠爱宋福金 不仅是因为宋福金容貌漂亮 也是因为同样的苦出身 让他们同病相怜 展开全文 后来徐志告 多了难